阿姨啊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裡是哪裡好不好 這個地方就是大斷層 大斷層 是 什麼叫做大斷層 這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 算是浮潛 近幾年才開放浮潛的一個景點 為什麼近幾年才開放 因為之前都是開放給生潛的朋友來講 就是有執照的啦 可是現在觀光客都可以過來了 對 不需要執照喔 現在就不需要執照 是不是 那這個地方它就是一個斷層地形 它是90度向下垂直延伸的 那深度呢 高達200多公尺 所以我左邊這個地方就是珊瑚礁岩 對 對不對 這邊是珊瑚礁群喔 對 我這邊都還看得到清澈見底 因為這邊的海水真的太乾淨 你完全是清澈見底 可是 當我頭擺向船的另外一堆 哇哩 雖然也是清澈見底 可是這個是深到見不了底耶 200公尺有多高咧 就像是從騎石層樓高往下看一樣 所以有去高正的朋友 最好還是先調適一下再下水 而且根據小道消息指出 大斷層的可看程度 比起大名比例的澳洲大寶礁 可是一點都不遜色喔 這有可能嗎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要下去囉 真的太特別啦 我現在腳線啊 就是珊瑚群耶 可是呢 我的後面 就是深海耶 下去下去 我們下去看好了 走 眼前的景色 就連去過大寶礁的子儀我 也是看了目瞪口呆 200公尺高的海中斷崖 就聳立在眼前 而上面更是固滿了大大小小 各式各樣的珊瑚 你能想像一洞洞70層樓高 色彩繽紛的珊瑚大樓 連續綿綿幾公里的景象嗎 也難怪這裡會被譽為 七大海中奇景之一啊 更是潛水客首選的 No.1景點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超美的 而且它這邊的珊瑚蕭 它不是只有一塊一塊的 它是整片的喔 然後下面的魚啊 好多的 好多Nemo 好多熱帶 各式各樣各種種類都有 然後它是在那個裡面穿梭 然後那個魚群 我們這邊的珊瑚好漂亮喔 它有深藍色的啊 然後還有淺藍色的 藍色就好幾種 紅色好幾種 紅色好幾種 紅色也好幾種 一定要把那個 所有那種 那個 調色盤數拿出來 才有辦法對 好多種顏色好漂亮 欣賞完大斷層的海中美景 接下來真正的重頭戲 才要登場 那就是國流 最受歡迎的行程 海釣 要知道啊 國流海域地勢多變 加上完全零污染 魚類生態之豐富 何必是海中的亞馬遜河 更是所有釣魚好手 必定要來朝聖的超級釣場 貴哥厲害厲害厲害 這是什麼魚 龍針 龍針 好 來 鴻魚 你看 好漂亮喔 它這個 它這個棋這個地方是透明的 有沒有 我還沒看過這麼漂亮的門 然後它這個顏色啊 它是那種淡黃色加一些 魔力色這樣混合在一起 它每個魚棋都是透明的 可是它魚棋非常的刺激 這個地方非常的刺激 太誇張了啦 才一下勾 咱們的貴哥啊 馬上種魚 而且啊速度之快 跟在魚池裡面釣魚 根本沒什麼兩樣喔 據說啊是因為 帛溜海域的魚群 密度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只要找對釣點 這種魚啊 是一點都不困難 你看看你看看 說著說著 又有人種魚啦 哇 哇 哇哇哇哇 尼Hoomonwood是地球還是什麼 哇 哇 又是山side 哇 哇 哇 Punx 其實這個跟貴哥剛剛調的那次 差不多大小 為什麼你可以弄得好像很大一樣 沒有啦 為什麼你可以假裝好像很大一樣 這樣拉比較有感覺啊 它這邊是有沒有 有一點青綠色然後黃色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是橘色的 然後這邊是紅色的 翔哥 這是叫什麼 什麼 它算比較青海 它的肉質比較多 青海肉比較多 那它這個算小隻大隻 這算是標準尺寸 標準尺寸 那平常是怎麼煮來吃的 一般都是青山餐廳比較多 咱們的台商餐廳的大廚 蘭果還真的是個魚類博士耶 由於長期經營魚類買賣的生意 所以不管什麼魚 它可都是如數家珍啊 第二個有男哥在 想必待會兒一定是有好料 可以大塊朵一番囉 阿奇你好了 有嗎 真的有了嗎 有喔 有耶 有的 有有重量有重量 出來了 不一樣的喔 後面還是不一樣的 enan棍子 痛到了 超大隻 攪著 哎喲 喔 啊 哇 都有呈現那個淡黃色有沒有 這樣渲染... 到後面尾巴這邊都是一樣 好美喔 最像話是它前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 很像戴面具的感覺 阿魚又掉到... 又空仔啦 怎麼會啦 又空仔 空仔 阿阿要叫耶 他會叫喔 對 他剛叫耶 這叫一次 你叫了耶 空仔真的很漂亮 你看 其實空仔更漂亮 它這邊還有藍色的有沒有 種魚 種魚 又種魚啦 在一陣瘋狂拉魚之後 地板小組終於見識到 活流海域的魚類資源 到底是有多豐富 這裡簡直就像是海上魚市場嘛 想吃什麼就釣什麼 一點都不用怕貢估 就連船長也用偷閒時間 隨手放個釣耳 照樣是有魚上鉤 你說 厲不厲害呢 Robert 你們好厲害 你們好會釣喔 對啊 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喔 喔 這個是 炒海 炒海 Robert 你知道這個魚要怎麼吃嗎 Soup or Sashimi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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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厲害 你有說有米豆腐就釣得到嗎 剛才他釣魚的時候啊 他就 先釣下去以後你會說一句什麼 我們必須要說魔法 Om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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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釣下去了 所以說我們在釣之前還是要先請示一下菩薩說 拜託拜託要讓我們釣到了 我說這船長Robert也太有趣了吧 長期和台灣島游配合之下 竟然也練就了一口流利的台語 不過也多虧了咱們這位驚豔老道的船長 才能找到這大量的魚群 然而就在此時 今天釣最多的漁王阿易 他竟然又種魚啦 好 好 板肌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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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我的媽 這什麼 板肌臀啊 這隻叫板肌臀 是因為牠的背景上面有一隻有一根隻 然後看起來像槍的板肌一樣 這一根 這一根喔 所以牠叫板肌臀 啊臀是那個海豚的 蛤豚的臀 所以牠是河豚類嗎 所以牠是豚類的 你看牠的下巴 這個地方我撞有沒有 這是不能被牠咬到對不對 對 這樣很會咬人喔 牠會咬人 牠除了這個下巴很有力有沒有 你看牠的牙齒 有兇號 這個跟我們人類的牙齒差不多 可是牠是完全尖的耶 這個咬到很痛喔 超痛 你有被咬過啊 沒有 不是喔 有人被咬過了 你都已經待這麼久了 你看牙齒不只能被咬一下 出的被咬 真的喔 來 剪刀石頭布 想來這一招 知道我右手拿東西 之後我會出拳頭 你看牠這個牙齒真的很利耶 有沒有 你看 這樣掰開來有沒有 看到嗎 有沒有 很大顆的牙齒耶 你看一下牠這個表皮 有沒有 牠這個表皮也跟一般 我們剛剛釣到的那個魚鱗不太一樣 牠是中間這一段有顏色 有沒有 中間這一段是 這有點清綠清綠 很像我們這裡的顏色喔 對啊 對啊 然後所以牠說 在殘暖的時候啊 牠會到淺礁那個地方去殘暖 所以那個時候會有攻擊性 如果有人 去淺礁玩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類似 長得像這個扳雞豚的魚 扳扳雞的地方 卡卡卡卡 扳雞豚的魚 千萬要小心 因為牠在殘暖的時候 會攻擊大家 這扳雞豚啊 長得也是太奇妙了吧 不過據說啊 牠的攻擊力 可是一點都不輸給食人魚喔 而且不用一群 只要一隻扳雞豚 就可以咬得你痛不欲生啊 就連咱們在地的帛溜島游 在海裡看到牠 也只能乖乖地游到旁邊 拉針 讓牠先過 堪針是海中的惡霸 所以最好是不要招惹牠 否則啊 肯定是吃不完兜著走啊 生魚片刀耶 這是日本料理的那種刀吧 對喔 對阿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觀眾大概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我們要吃 刺身 刺身 哪一隻比較適合刺身 實在說都不錯啦 不然我們吃一些比較特別的 扳雞豚 不是說要用烤的嗎 都可以 都可以喔 扳雞豚也可以吃刺身喔 試試看 我連吃過這個魚都沒有吃過 那就吃不到 好 來 解開了 就這樣一片 魚肉就這樣被解開了 哇 就這樣一整片這樣下來咧 這個好吃嗎 等一下... 你這樣切起來 你覺得會好吃嗎 涼麵夾口嗎 我覺得它會彈牙 會彈牙 來囉 粉雞魚的刺身 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看到 我問你喔 辛苦了 這是你抓到的 阿姨 新鮮 就是新鮮 新鮮為什麼要面有難色 給大家看一下你的眼睛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真的好吃嗎 我試試看 你看這個 基本上我抓這個魚肉 我覺得它就很Q 你知道嗎 幫你... 快點... 快點... 它好緊繃喔 好Q喔 我沒有想到現抓 直接現切會這麼Q耶 大家都衝過去囉 一拍完大家都衝過來了 R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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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內臟喔 吃內臟 為什麼你吃內臟 吃飯好吃 吃飯好吃 吃飯好吃喔 對啊 吃飯好吃 你看 它全部都是拿內臟耶 我們大家是搶著那個魚肉耶 然後它這個人一直在吃內臟 好吃 吃飯好吃 好吃 買泰國 買泰國 Rober... 我們釣魚的時候 你要說什麼 吃粉雞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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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 很愛跟我們台灣人 隨便一些怪鯉魚你知道嗎 我給你講一個好不好 沒有 我教你一個 我教你一個 就是 辣椒比雞腿 辣椒比雞腿 雞腿 雞腿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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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說什麼 你怎麼這樣啊 好啦 趕快吃魚肉 好 趕快吃 有飯 沒有飯 你在哪裡找飯 好吃好吃 現掉現吃的新鮮海味 加上一群好朋友 共同分享種魚的樂趣 拖流還真是讓人 忘記煩惱的好地方耶 世界平定